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75週年 以及香港回歸祖國27週年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亞太總站聯合香港電台 在7月11日舉行 《紫荊綻放遙香江》 《香港之味啟播器》 《我的中國心》 香港青少年國情體驗短片 徵集剪影活動啟動儀式 啟動儀式由行政長官李家超主例 為一連串節目揭開序幕 今天的《紫荊綻》 也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與香港電台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紀錄片《香港之味》 是兩台首次聯合製造的節目 兩台專業團隊攜手合作 以創新的形式構建香港美食圖譜 《香港之味》的攝製團隊拍攝歷時接近一年 走遍香港各區 不論是街坊爐店、爐邊小食 還是平民化的茶餐廳 還是全球頂尖名廚演繹的創新菜式 都將會在《香港之味》呈現給觀眾 紀錄片《香港之味》 充分發揮思想加藝術加技術 創新融合優勢 從自然地理、歷史積淀 文化融合多個視角 全面呈現香港美食文化的璀璨多姿 帶領全球受眾品味飲食中的技藝傳承 人文精神和家國情懷 一連十集的節目 會有廣東話、普通話 以及英文三個版本 由7月11日起 在中央電視頻道CCTV9紀錄頻道 以及港台電視31同步播出 香港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香港電台會繼續積極發揮聯繫的角色 與內地的廣播媒體合作 同時發揮好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作用 香港電台希望《香港之味》在內地播出 會吸引到更多內地的朋友 到香港深度文化旅遊 更重要的是領略香港的國際化、人情味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亞太總站與港澳台中心 亦聯合舉辦了 《我的中國心》 香港青少年國情體驗 視訊蒸集剪影活動 透過這項活動 鼓勵香港青少年用鏡頭 記錄下他們眼中的《我的中國心》 展現他們對祖國的熱愛和感悟 每個人的《我的中國心》故事 會成香港青少年心中的祖國 歡迎我們的青少年、我們的同學 大家一起去參加 《我的中國心》影片蒸集活動 正直遊暑假 大家多些時間可以思考一下 因為其實透過一些創作 亦可以肯定自己的能力 和其他同學一起共同進步 背後堅守你我和他 無論多遠難關過我艱辛 完美的經牌 學生的優秀作品 有機會會在中央電視總台 以及香港各個媒體放映和推廣 習近平主席曾經說過 青年興則香港興 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 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期望這一連串的活動 可以引令香港青少年 更深刻認識自己的國家發展 更準確把握世界大局 有機會會成功 有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